看得见的紫禁城 看不见的风起云涌 揭开宫围深处被尘封的故事 讲述百年沧桑被遗忘的瞬间 国宝档案带来探秘紫禁城 您好观众朋友 欢迎收看国宝档案 今天的人们参观故宫的时候 一般是从五门进再从神五门出 一路下来大部分游客看到的 只是前朝和后宫而已 有一个地方它虽然很重要 但却被绝大多数人忽略了 它就是清代皇子们的居所南三所 众所周知故宫的主色调是黄色 而南三所却显得与众不同 因为它的瓦片是绿色的 那么在故宫中 为什么会有这么一组特殊的宫殿呢 而历经岁月的风云变换 这里又发生了哪些故事呢 今天我就带您走进紫禁城 看看这特殊的南三所 紫禁城是中国历史上明清两代的皇宫 在中国古代 黄色象征着皇权的至高无上 然而在满是金黄色的紫禁城中 却有一组特殊的宫殿 南三所 南三所由三座形制完全一样的三进四合院组成 是清代皇子们的住所 之所以说的特殊 是因为在紫禁城所有宫殿中 这是唯一一处使用绿色瓦片的宫殿 那么南三所为什么会这么特殊呢 这还要从他的修建说起 公元1746年 36岁的乾隆皇帝已经有了六个皇子 看着皇子们一天天长大 乾隆想为他们修建一座单独的住所 这便是今天的南三所 专家说 在阴阳五行学说中 东方属木而绿色主生长 因此将南三所建在紫禁城东侧 并用绿色瓦片覆盖 其寓意是希望皇子们健康成长 初次听到南三所这个名字 很多人会认为这组宫殿只有三间房 其实不然 南三所所有房间加起来要超过二百间 规模不小 由于保护得力 我们今天看到的南三所 基本保留了乾隆时期修建的模样 如今南三所成了故宫的一个办公区 在里面行走的时候 很多人都会注意到一个奇怪的现象 在故宫南三所里 不仅有三眼水井 还有好几口大水缸 专家说 他们的存在 与一次史上有名的大火有关 明年1月31年2月12日 正是中国明朝的嘉靖年间 虽然已经过完了春节 但紫禁城内还是洋溢着喜气祥和的气氛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的是 在这片喜庆的背后 一场大火正在悄悄降临 当天中午 紫禁城的冬火突然冒起了浓烟 由于当时皇子的住所就在那里 顿时吓坏了所有人 当人们匆匆反倒时 浓烟已经变成了大火 紫禁城的建筑作为木结构 火势迅速蔓延开来 一份功夫就有多达14个房屋被大火吞噬 听出皇子住所失火后 嘉靖皇帝非常着急 他赶到现场后 一方面只会灭火 另一方面组织营救被困的皇子 经过大家的齐心协力 这场大火终于被枯灭 可皇子却一个都没找到 这可急坏了嘉靖皇帝 然而经过寻找后才发现 这场大火居然没有伤到任何一位皇子 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就在宫殿着火时 不少皇子正在书房上课 根本不知道着火的事情 而另一些皇子卖出游玩 因此在大火着起来的时候 并没有皇子在里面 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 然而虽然皇子们很安全 这场大火却毁了他们的安身之所 嘉靖皇帝建庄 马上下旨在原地重修一组宫殿 这组宫殿被命名为协方殿 也许是这场大火给嘉靖皇帝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他对协方殿的防火工作极为重视 不仅每栋宫殿都要采用防火山墙 而且房屋与房屋之间 还要流出25米的安全距离 以便起火后迅速疏散 除此之外 在主殿的屋顶 他也特意设置了传说中能震火的龙形吻兽 不仅如此 嘉靖皇帝在协方殿的院落中 设置水井三岩 大缸十八口 平时大缸里注满清水 一旦起火就可以迅速取用 如今十八口水缸大多不知去向 而水井却依然保留了下来 到了清代 乾隆皇帝在明朝协方殿的基础上 重修了一组宫殿 这就是今天的南三所 和嘉靖皇帝一样 乾隆对南三所的防火工作也极为重视 南三所修好后 仍然作为皇子们的居所 因为乾隆对防火的重视 南三所自从修好后再没有着过一次火 比较有意思的是 嘉靖皇帝作为皇子时 是第一批入住南三所的人 相传 他也对嘉靖年间的那场大火颇为忌惮 然而南三所不仅没有给他带来危险 反而让他成了第一个从这里走出来的皇帝 而这一切都要与帝 朱龟对他的教导有关 南三所修好后 刚刚十六岁的皇十五子永远就搬了进来 在他上学读书时 碰到了影响他一生的老师朱龟 而他与朱龟的结缘则完全出于偶然 当时永远贵为皇子 而朱龟还是一个三平官员 由于他刚正不阿 不爱应酬 因此得罪了很多同僚 不少人上书弹劾他 起初 乾隆皇帝也很气愤 但是当他摸清情况后 才发现朱龟是一个难得的人才 乾隆心想 既然在外做官不顺 干嘛不把他罩进京城 因此屡屡被人弹劾的朱龟 不仅没有丢掉官职 反而因祸得福来到了京城任职 在这里朱龟获得了一份新工作 那就是做皇十五子永远的老师 公元一七七五年 朱龟正式进京 教永远读书 当时的朱龟已经四十四岁 而永远却刚刚十六 二十八岁的年龄差距 并为阻挡师生间的情感升温 两人很败成了万能教 永远的好学 给朱龟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每天放学后 永远都潜心练习书法 这件作于公元一八零六年的玉笔立轴 是永远书法功力深厚的表现 立轴上方的《无为二四》写得极为入目三分 堪称点睛之笔 整篇文字的书体介于行书和楷书之间十分潇洒 飘映过有康熙皇帝书法的神韵 除了平时专心学习外 永远还经常拉着朱龟来到南三所为自己开小灶 在南三所 在南三所里 朱龟不仅教他学问 还教给他的很多仇事之道 在师生相处的五年中 永远的视野大为开拓 可惜的是 好景茫茫不长 五年后 朱龟被外放到福建做官 临别时 永远十分舍不得他 拉着朱龟来到南三所 为自己开了最后一次小灶 而朱龟也拿出了早已准备好的十个字 送给了年满二十的永远 这十个字是 养心 静身 勤业 须己和志成 永远得到后 如获至宝 将他们挂起来 放在南三所的住处 每当他心不尽的时候 就会想起师父对自己的教诲 而他也时时刻刻想到 朱龟进京辅佐自己 没想到机会很快就来了 公元1796年 永远正式登基 这就是嘉庆皇帝 嘉庆皇帝登上皇位后 急切地想重用老师 没想到 他的这份器重 不仅没有给朱龟带来好运 反而险些给朱龟带来了危险 原来嘉庆刚刚登上皇位后 内阁大学室就出现了一个空缺 他十分想让朱龟顶缺 当他询问乾隆的意见时 发现乾隆也正有此意 欣喜若狂的他 马上写了一首贺诗 要寄给朱龟 然而 这首诗还没有寄出去 就先被和珅拿到了 和珅在朝廷如日中天 他看朱龟进京会影响自己的地位 就想方设法地阻挠 他深深明白 乾隆虽然退位 但仍然牢牢地把握着用人的权 如今 乾隆尚未正式点头 嘉庆就敢写赫诗给朱龟 这属于大逆不道 如果让乾隆知道 一定会非常愤怒 果然 看到这首诗后 乾隆非常生气 提出要处理嘉庆和朱龟两个人 最终 经过其他人的距离力争 两人才免于处罚 但朱龟进京的计划 却不得不挂钱了 经过这一次波折 嘉庆皇帝对于朱龟进京 已经不保太大希望 然而 在这个时候 事情的转机却出现了 公元1799年 乾隆在养心殿去世 享年89岁 乾隆死后 嘉庆皇帝当天就下旨 照朱龟进京 而和珅也被嘉庆皇帝投到大牢 当师徒俩见面后 一起来到了南三所 不禁感叹时光的飞逝 当时的朱龟 当时的朱龟已年近七旬 而嘉庆也即将步入不惑之年 嘉庆皇帝动用朱龟 凡是国家大事都要听取老师的意见 到了嘉庆十一年 76岁的朱龟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当嘉庆皇帝听说老师去世后 忍不住师生痛苦 不仅心自参加他的葬礼 还赐予了朱龟清代大臣中的最高嗜好 文正 十年后 当嘉庆皇帝偶然来到南三所时 再次想起了自己的老师 南三所见证了嘉庆皇帝和老师朱龟之间 深厚的师生情谊